先請李英老師來錄一下她今天的難題 謝謝 國民幾瓶太高好 那六年生的信長 老師他們 不好意思 因為語會可能 我用國語 客語參差 不好意思 謝謝 因為我們班是客語的數位班 那所以我剛剛進行的部分呢 是數學的教學 那我們班我教的呈現的是 這一節他們呈現的是複合圖形 孩子們學習複合圖形 那我覺得孩子們很厲害 他們要同時的學這個數學的觀念 然後又要帶金書那個課語 然後又還要有數位的能力 那所以孩子們他們也很認真很專注的在學習上 那如果說真的自己覺得要教學調整 我覺得可能我要再解砸一點點 因為剛剛有超過兩分鐘的下課時間 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比較簡短的說明 謝謝 謝謝那個李老師 那這個過程真的很謝謝那個 我們Go for Education 就是幫我們老師做這樣的培訓跟認證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一個培訓跟認證 我們跟黃老師來分享 香港還有 香港還有 全客語可以嗎 還是要穿他 穿他 穿他 對啊 全客語也可以 是可以全客人啊 那 我們每天都在做生意 從食農教育 都在做生意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米 然後 從米粒到米漿到製成板翠到煮農拌 就是客家美食 那我們讓孩子知道板是怎麼來的 然後透過這個過程 他們自己親手做 從重點插壓 然後到餐桌上的美食 他們自己都親身經歷過 那這個過程裡面我們融入了 我跟另外一個老師 他不是課級的老師 他們是客家人 可是他很勇於學習客家化 所以一起配合 讓這一門課呈現出來 是全客語的 讓孩子學習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孩子學到 欸原來 主門伴是怎麼做成的 原來是用米 因為剛開始問學生的 他說用米粒 那我們就讓他呈現說 欸原來是用什麼東西 去做成這個東西 那因為今天的課程 原來是兩個小時 然後我們把它濃縮成40分鐘 所以後面還有一些學習單的部分 我們還會讓孩子去反除 他今天所學的部分 所以剛剛是非常非常的緊湊 那今天的呈現 就是為了讓孩子知道 他自己身處的環境裡面 有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會有板石 跟我們密切的連結 客家人的傳統美德在哪裡 然後還有我們藉由創新 把客家的白色的主頭伴 變成是五行的顏色的主頭伴 就是讓孩子知道 欸可以有不同的創意 讓這個文化可以傳承再再生 然後一直傳承下去 謝謝 我想說那個英語 做那個所謂的tly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覺得說 有什麼樣的衝突 就把教學內容跟教學語言 就一個結合好像不會有什麼衝突 可是會覺得用客語來教數學 用客語來教國語 那就開始覺得說 欸這樣子會妨礙學生的學習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可以 可以思索以下的 為什麼英語做clear會覺得說天盡地益 那我們在追求這個2030年 或是追求這個雙贏國家 那各校也都紛紛引進那個 所謂的外師的資源 那在美龍是比較特別 美龍我們五個 我們九所國小 總共有五個外師 那所以我們這邊跟龍山國小 是共聘一位外師 所以他在我們這邊有試唱客 在龍山國小有試唱客 所以在美龍區 大家也會很好奇 就是說 又要兼顧這個本土語的發展 然後這個外師的引渡 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 是要同時提升它的外引能力 還是面對所謂的 這樣的一個語言政策 我們自己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我們現在也來聽聽看那個Jetful 其實他現在的客人能力 會要比我好 因為他是一個有以文天分的小男孩 好早安 各位先生 我們會來表演給你們 什麼我們在我們的課程 我們的題目是關於玩具 首先一個第一個 Census方針 在 subtitling quieres 我們グ遞 各級的 Harmon語 這次 Что К大家 來海這裡 或者其裡面 notre呈海 還有其咖啡 之後 我們有請 周音課 這個 夜 zet 但是 我們 我們 Air 我們 and that's when we introduce our new our new activity which is about what's in the box and basically what's in the box uh each student was asked to guess what is inside the box for a minute um supposedly we have to mention if they speak it in chinese they will be given one point if they speak it in or they answer it in english they will be given two points and if they answer it in complete sentence they will be given three points so that's what we get to print to present in our motivation and then after that we presented the different vocabularies like the barbie the doll the car the the ball and the teddy bear and after that we practiced we practiced them in pronouncing the words and also we introduced the sentence pattern i play plus the same vocabulary and then the last part was about passing the passing the toy and when while the music is playing the each role will pass the assigned toy and when the music stops then the student who is holding the toy will say i play ball i play teddy bear i play doll and i play car and at the last since we do not have enough time i think we have to work on time management as well so mostly our target was 10 minutes but then we only have around five to three to five minutes to do the activity so i i think we should work on time management as well as as well as consistency in giving points because we uh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who said in english but we only gave them one point supposedly it should be two points so i think we should work on consistency and the last part uh the routine routine activity which is about uh giving returning the name card and i will ask them what's your name and they will say i am and then they will say thank you and to teacher dora they will also give the place teacher dora will ask how much do you have how much points do you have and you will say seven eight and then the routine routine activities stand up and then thank you everyo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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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i 呃大家好 是 lora 然后刚刚我们上了一刻就是像刚刚 世人乘讲得就是我们对于时间上的掌控稍微有一点不足 因为我们原本预计在后面玩游戏的时间可能要拉到十分钟 但是因为前面的whats in the box 里面那个在拆的那一个部分 我们可能花太久的时间在进行这个部分 所以导致于我们后面的时间就比较不够 然后还有像另外一个是 我们都会鼓励小朋友 如果你讲中文 我们就会给你一点 那你讲英文单字 我们给你两点 你讲整个句子 他们就给你三点 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就是非常的拼命 很想要点数 我一定要得到那些点数 所以一直都在讲句子 那今天的话 我们就是比较疏忽到的这一点 是有小朋友他是讲英文单字 但是我们可能只给他一遍 对 但是这一点我们会再多去弥补这个部分 然后 对对对 刚刚在那个 我们通常会让小朋友 我们会画那个smile face 笑脸跟哭脸在黑板上 然后大家如果都做得好 我们就全班一起加分 他们就会很开心的yes 就是超级麦力 那如果他们扣分 如果全班像很巧啊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就会扣分 他们就会oh no 对他们对于这个指定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因为他们很不喜欢被扣分 他们超爱加分 然后像刚刚 ster jasper他有说 最后小朋友会来到我这边算点数 其实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多去练习他们的对数字的感觉 因为他们很多小朋友会都这样 1 2 3 5 奇怪4呢 对就是就会把他们叫到过来 然后一个一个数去练习他们的数字 练习他们对数字英文的运用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有点紧张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那个东南 其实那个本国籍的英文老师 在这个过程是他的角色很重要 而且在所谓的跨越实践的部分 他要掌握得很好 因为他如果变成是翻译 就是我们的外师讲一句 他就翻译一句 那对小朋友而言 他永远就是直接翻译的那个 那个华语所以他他要掌握得很好 到底怎么样的时候他该介入 怎么样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那我觉得那个 TOLA在这部分是越来越成熟 我觉得在在这一堂课里面 也越来越可以看到 所谓的一个中师他扮演的一个 很棒的画源是介在一个角色 这个谢谢我们TOLA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顺时针 那给我们一些围困 那我觉得这样子说 我觉得我们也不怕尖锐的问题 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一些质疑 或者说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想要问得更深入 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们哪边 好像跟你原本所期待或议期的 或者说跟政策总向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提出来 然后由我们四位老师或师傅这边去 也可以跟大家有一个 有一个回应 因为大家也许会好奇这样的一个 四语 我们究竟所谓的四语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 不是我们已经是从单语走向双语了 那当然台湾反正是一个多语的国家 可是以现在大家所强调的可能就是 有本土语 以我们来讲就是客语的部分 那有华语的部分 有语语的部分 还有数位语言的部分 那在这个四语的部分 如果没有四语我神奇的力量 那究竟孩子怎样停过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欢迎就是说 有任何的 就是说你觉得困惑或者觉得说 其实我们怎么做也许会更不一样 我觉得都很欢迎 那刚才那个 因为宛如相跟我比较熟 而且他刚才会是比较正向的 所以我们先听一下正向的声音 那你不要马上就讲副相了 那不会啦 OK 那我们接会访 谢谢 好 那各位长官 刘校长 还有今天 就是与我们观客的老师们 大家早 那刚才看的是 这个Dora跟Jesper 他们上课 那我觉得很佩服他们两位 那一年级的小朋友 那两位呢 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把小朋友的注意力 专注力抓得非常好 那尤其是他透过了很多的班级经营的方式 给予增强物 而且这个增强物是有等级不同的 会收当事的就给两个花片 然后会收句子就给三个花片 那我发现呢 这个Jesper呢 那小朋友会收的时候 他还会帮忙提示他 让小朋友有自信心 然后可以把这个句子说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那还有呢 他们在做这个分组活动的时候 都有把规则讲得非常清楚 那我们这位中师 他讲的 就是可以把这个规则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也提醒小朋友呢 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弄坏啊 然后呢要怎么传啊 然后呢 当音乐结束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停下来 那么就会开始问他问题 那也把这个回答出正确答案的小朋友 他可以得到什么 然后说明的非常清楚 我觉得这个是上这个双语课程 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要跟外师合作 那跟外师合作的时候 有时候 中师就是有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不然的话 小朋友就会乱乱掉 那就是因为 我们学校目前也有在进行 部分领域双语教学的这个计划 那因为外师的部分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到位 所以呢 目前就只能够说 用拍摊的方式呢 请一位读习班的外师到学校来上课 那这个部分我其实今天是来学习的 是要看看外师跟中师究竟要怎么样来搭配 那我今天真的学习高很多 我非常谢谢的博老师 谢谢 好 也谢谢我们小长的分享 那我们文化副委员和我们蔡美丽科长 我们下长各位老师好 我想我是这个教育的门外汉 在这边不好意思 那各位都是教育方面的专家 那我这边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 目前因为其实行政院国发会 然后也在推双语教育 那我们其实也接到蛮多的一些 可能比较重视文族教育的团体 或者是一些老师家长 那他们也担心说 那双语政策的这个经费非常的庞大 然后是不是会有影响到我们既有的 而且我们108克 都会马上要上路的这个温兔语言教育的 也会有这样的担心 担心说我们常常说语言是文化的宅景 如果语言消失文化 我们的各族群的文化是不是就会消失 我们也蛮多人会担心这件事 那所以那我这边其实主要是负责国家语言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温兔语言的传承 跟发展这样子 那也想了解说那英零八克刚即将要上路 那大家选校的大家选校准备的状况 那我刚刚是是参加了文化模的一个料理的课程 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就有点像成绩式教学 那就是透过让小朋友教小朋友做料理 然后也能够很自在的去说自己的母语 说课也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非常有效的 一个学习文化语言的方式 那但是只是说一个礼拜只有一堂课 也许不太够 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 就是说常常有人反应说 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堂其实根本也不太够 那你下课之后上完课之后 大家小朋友又开始讲中文 那回到家也是讲华语 那其实讲自己母语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够 那不过我觉得这个 我刚刚看了这个料理的方式 其实应该是蛮有效的 那而且我问了一个小朋友 我发现他自己的客家任务非常的强烈 我问他说你在家说客语吗 他说我会说客语 我是客家人 然后我在家 我在家通通都说客语 然后这个小男生感觉他对自己的客家任务 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刚刚听校长简报 我也感到校长对这个客家文化的产生 非常有使命感 那刚刚也听到校长简报的时候 有提到说我们集中国小的课程 是不受108课纲的限制 然后好像很多课程都可以安排 课语或课华这样的教学 那我也蛮好奇 是不是也可以请校长或各位老师 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说 诶这个不受108课纲的限制 那是学校这边是怎样的安排 这样子我个人是比较好奇的部分 好谢谢 这样是分享谢谢 是最鼓励把客语当作教学没介意的 因为我就是客家的聚落 跟客语客家的实验学校 但是我也稍微多分一下 就是说我自己的定位 但是这个不代表国家政策 也不能跟客业跟中央客会讲 就是说我刚才讲说我们有四种语言 那第一种就是客语 第二种是华语 那第三种是音语 那第一种是博语言 那我其实我把这四个定位的很清楚 就是所谓的客语 就是文化的语言 然后所谓华语 就是文学的语言 我自己的定义啊 它没有学术的任何的依据 但是就是我在这个实物上操作的时候 我自己很清楚的一个定位 就是我的客语 就是我的文化语言 它就是我文化的根 那我的华语就是我文学的语言 因为我们多数在做这些所谓阅读文本 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在做阅读理解 我们在欣赏以前的经典著作 可能都是透过那个华语文 所以我把华语定为我们的文学语言 那我把所谓的英语定为叫做世界语言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跟外界沟通的一个语言 那我把数位语言定为叫做未来语言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未来城市逻辑 未来我们数位化一个时代的一个未来语言 那大家也因为想说这是第一个我的定位 那第二个我的想法就是说语言之间 它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掠夺或者是多读吧 假设我们今天就是说你赞我一节 然后我就会失去一节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永远有所谓的竞争关系 而没有所谓的合作关系 所以再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不能把语言当中视为竞争的对手 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那个台湾版就是一个多语 其实现在大家会讲庄也一定很多 其实我也是那个因为我小时候是住在闽南庄 所以我的国语跟那个闽南语是流利的 那两大优台开始学这个音语 那后来接触课语 当然因为我语言就没有好 所以不能近期的感谢我的语言 可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也是最少都是一个通语使用者 所以它其实你是可以同时学四语的 甚至你可以同时学六语的 而不要就是说这个是互相脱落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是说我刚才也跟大家讲就是说 用我们用课语来教佛语 其实后来发现一点都不影响他的业主业能力 真的是一点都不影响 那也很多人会讲说那如果你班上又有新助理 又有其他不同的那怎么办 假设我们今天互相尊重的时候 其实是互相的提升 像说我们有一个年级他有那个越南级的 有闽南级的 有课级的 那当初我们就想说那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是不是如果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学一个课语 为什么不能学学我的越南话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课语 为什么就不能在这里讲闽南话 但他们后来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互相来学习 结果因为我们的互相学习 跟互相尊重 结果他们是 其他课级的学生 也会尝试去讲越南语 也会尝试去讲闽南话 然后这些闽南级跟越南级的 他们会觉得说你尊重我 我也想要了解你 所以他也会想要一起学 所以语言之间 绝对不能把它定义为是 是剝夺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这边的安排的话 以我来讲 所谓的双语国家政策 我这边是很坦白讲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 让他把英语 变成我们的官方语言 或者是地右官方语言 去台湾当然没有定义 所谓的官方语言 但是我这边是跟国家政策 有点是互相 我是有点 有点就是说 跟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要打造一个 英语有战的国家 而不是打造一个 以英语为官方语的国家 所以就我这边而言 当然我们的英语的结束也是多的 我们外师在第一年级 它是各上三堂课 那我们还有小一 向下延伸 所以他的英语是有四节的 然后他们再到中高年级的时候 也都各有一堂的外语课 但是我们的英语 那时候也是加到三节课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所谓我自己的第一次英语友善国家 然后我的外师在这里 他其实提供两个最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叫做文化的刺激 真的有一个人 他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他让我们学会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尊重别人 一个就是认同自己 就是说我今天不会有所谓的外国人优越感 我面对外国人的时候 其实是白人也是一样 我面对外国人的时候 我不会感到我是卑微的 我不会因为我不会讲英语 我认为我是卑微的 可是因为他就是活生生的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会想要去了解他 我会想去接触 所以他提供我们 第一个就是我讲的文化的刺激 他让我们懂得尊重别人也知道要认同自己 因为我曾经也跟外师分享 用我很获得英语奖 我说假设我们今天 小朋友学外语之后 然后他英语很流利 但是他却不在爱他的国家 却不在爱客家 我说这个到底叫做成功 还是叫做失败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悲哀的结果 他的英语很流利 但是他不再爱自己 不再爱这个国家 那这样是一个成功的 装语政策 这是我自己面对这个部分 我自己的一个坚持跟反省 我自己是这样在看待装语政策 但是因为他提供语言刺激 因为我们的外师 他一个他会尽量跟学生 就是使用英语 那学生会想要跟他沟通 所以他也会就是一个标的屋 有些学生要放一个外师 他就有两个效果 一个就是招生的效果 那一个就是会让学生 看到他就想要做英语 所以他提供了一个就是 我刚才讲的语言的刺激 会想用英文跟他讲 那又就是一个文化的刺激 会想要去了解这个文化 然后也真的活生生看到一个 中文不同文化的人 所以我对外师的第一步是 你把我们的学生 教的听、说、读、写 在英文方面很流利 而是你让我们的学生 懂得尊重不同的文化 他有这样的兴趣 那有基本能力 他愿意去学习 那个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 那我也常常跟我们学生讲说 其实有些东西叫做 一辈子的追寻 我们不是要在这个 国小六年 让他 就是我刚才讲的 神啊 请赐予我 人其的力量 不要把这赐予 都用得 操作的很流利很純熟 我觉得 我觉得对而言 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而是 我可不可以 给他一个 好的胃口 跟好的牙齿 他可以吸收 那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他可以一辈子的追寻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说 他在哪一方面 他会走得更久更远 那也许后来 他真的是热爱客家文化 但他也有可能 他未来是最喜欢的 是那个 所谓的那个 英语 那也有可能 他后来 他喜欢的 可能是真的是 华语或者是素卫人 但是 这个时候 在国小 我就要让他 地踪顶尖 然后告诉别人说 我们 比你们强 而是 给他一个 好的牙齿 好的胃头 让他有基本能力 去 去学习 然后 也让他 有好的兴趣 他可以做一辈子的追寻 因为我永远不晓 他的方向代阿里 可是你不能不给他 因为不给他 他可能就是 在这个未来的人才上 他可能也许 他就是落后了 这个落后是说 他未来 他真的 就是他英文字母 全部都不懂的时候 那你跟他讲说 英文可以是一辈子的追寻 其实他是痛苦的 因为他已经在这里面 他落后了很久 所以这是我自己 对 这个 这个四种语言 我自己的定位 跟他们彼此 是有 平等 尊重的一个想法 只要不是带的 所谓的 他会互相剥夺 那我觉得 他就有可能 会共存 但是我们觉得说 他是互相剥夺 你吃我一节课 我就会少一节课 那我们永远都是在 跟所谓的结读 跟所谓的 谁是主科 谁是副科 谁是男格 医养学分 这次一并这样做回答 好 谢谢 我是山里 去上庭国小学校务 那我先去看了 二年级的那个英语课 然后我后来有时间去的 六年级的课 那去英语课 是因为 大家也知道 现在的胸语计划 就是全 各个学校都要有胸语 然后我们学校 当然也面临的土压力 而且现在外师 第一个礼拜进来 那我会好奇 是因为像我女儿 就是旧纪念 最我们家最近的学校 就是他们学校有一个 就是也是号参打造实验学校 然后是一个南非籍的老师 那我们学校今 这个礼拜来了万师 但是现在是越南籍的老师 其实不是要歧视哪个国家 但是就是我们 我们会有点落差是那个表面效度 大家懂吗 如果他是欧美面孔 然后南非面孔 你就会很自然的知道 我要跟他说英语 可是因为我们学校 被分配到的是一位 越南籍的老师 他的外表跟我们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好像我自己心理上 有一点点不知道 怎么去调整 然后当我今天来到集中车 我看到万师 我觉得万师 感觉也是跟我们好像 没有那么大的差异 可是一到课堂上几分钟 我觉得我完全 就是已经信服了老师的课堂 因为他是完全 就是用很流利的那个英文 在跟孩子们互动 然后互动 孩子出现的问题 但是像刚刚讲的 老师应该是 也会一点点 课语或者是国语的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可以 很完全很自然的跟孩子 就是做课堂上的那个活动的进行 这是让我觉得很很佩服的 那也觉得 其实说实在 我每次来到美容区的学校 我都会觉得很惭愧 因为我们山林区像我们学校是 叫做课语特色学校 可是我们山林区的课语的人口跟比例 其实跟美容区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说实在话 我觉得我自己的学校 就会有点像似不像 就是其实讲台语的人很多 但是学校要想办法课语 然后下长现在因为有上场的压力 他又想要做音语 可是就是就像刚刚讲讲 就是在长时间 什么办 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天 我其实就一直在拍一直在录 因为我想要回去就是跟老师们分享 我今天的看到的东西 那再来我去了用点击的课堂 我刚刚遇到 所以就简单跟老师说 我觉得我很 也很佩服老师跟孩子 因为老师跟孩子就是很自然的用品版 然后再计算再打字 就是说老实话 我们学校的孩子 他们都是用手机的拇指 他们键盘不太知道那个位置在哪里啊 所以当我看到孩子们是直接用电脑 在那边打字做练习 然后甚至是配合齿在那边做演练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很佩服的 因为感觉他们这些东西的切换是很流利的 这个不是短时间就可以促成的 那代表他们班一定是常常就是用这样子的工具媒体在做练习 再来就是老师的课语 因为老师应该就是客家人 所以孩子们也都会很自然的 就是全程上台就是用课语发表 这也是我觉得我很惭愧的地方 因为像我们学校也是没有办法做到 让老师全程比方说我们排语上 或我们课语上 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要再去努力的地方 那最后是老师的那个就是做尝试 就是我很想去但时间不够 但是我刚刚刚听老师讲我就觉得我很想去 因为老师就说从种植到米到收成到最后做成板 就是孩子整个经历过 再来就是我觉得集中的环境真的很棒 你看外面就是稻田 可是就像我们学校就是私不孝 我学校外面就是路 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可以让孩子有去体验 然后我刚刚就是观察了一下教室 教室里面直接就有那个雨鞋 直接可以下田的东西 然后老师的情境布置 也就是直接做那个有道理的 然后外面就是孩子的作品 我觉得那个整个的班级经营 跟学校的营造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才说每次有机会来美呢 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都学习很多 然后想要把这些收获带去跟老师们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第一位给我们的理想 那我们现在要求那个 我们教育部重合规划师 让我们申请为研究员 校长 柯卉老师 还有我们议会的专家 还有菊佳老师 大家早 我其实也是满外汉 但是因为我负责的是 是教育部客家这个业务的总窗口 那我们也配合客委会办 那个国家客家办理清化 还有客庄三六九的上位企划 一些相关政策的推动 那很高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雙女教育的成果展 那通过刚刚的那个 那个课堂的观课 包括那个六年级的数学课 还有那个一年级的英文课 还有那个料理的始作课 感觉就是收获很多 因为可以体验到 就是小朋友在一个 成定式教学的这样一个 自然的环境 教学环境当中 然后跟老师有做自然的互动 这样的课程学习让我收获很多 那我特别要分享的是 就是刚刚在那个 下课时间在走高中 看到小朋友 他就是很自然的 跟你用客旅打招呼 可以感受到学校 在这方面就是 原推动的这个动静 谢谢大家 很高兴有这样的精神来学习 谢谢陈远 谢谢您帮席 彼此的协助 我们再度位精进的 校长各位 各位伙伴大家好 然后我刚刚主要观察的课 就是就是立英老师的这个数位 跟双语混搭了一堂数学 对因为我现在 因为我的业务本身就是 我会跑全台湾的教会局 或者是国中小去看 大家可能用科技导入 融入教学的状况 那其实我必须说 当老师选择他要愿意踏出第一步 要用数位这件事情已经是很有勇气了 然后现在又要再加双语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老师能做到 那是一定让我们非常非常赞叹 然后因为我目前可能在其他学校看到的 他们都会有很大的疑虑会说 哎我可能用中文去讲解数学概念 或者讲解数物理化学概念 我都学下面学生都不一定听得懂 然后你现在要我再用其他 要去教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外面的 他们的这种雄语教学会比较像是 我会用课式英文就是去打印那些引导 可是真的要实际去讲 比较尖色的概念的时候 他会用 他会切换成中文这样子 所以我刚好在踏进立英老师的教育上 我对这堂课程的认知可能是最好 结果他就继续发现 哇 因为我完全做了课 哈哈哈 对所以我就发现 哎不对不对 这个 这整堂试语的课大概有90% 都是用课语的方式进行的 那包括是小朋友他们也是 因为我其实在后面都会问查他们 然后我就发现说 不管是他们真的刚刚像 呃 老师刚刚有提到 其实小小朋友在呃 嗯 发表的时候他们是这样 坦坦而堪的用课语去发言 然后没关系 他们在下面在讨论说 哎 这个数学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用的是课语 对不对 然后只有少数 比如说他们要抢 本腰三角形这种东西的时候 会切换 就抢本腰三角形 然后我瞬间就觉得 哇 我这堂课中有听得懂的东西了 哈哈哈 对那这个当然我 我这边不是 我不是语言讲 专家 但是我想要就是呃 我想要把一些我自己观察到的东西 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我非常肯定 丁颖老师的在说明这一块的教学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科技这一面 那科技这一面就是 其实丁颖老师在进课堂当中的时候 中间有出现一点小插曲 就是他的呃他让学生使用不错的简报 去供编一个题目这样子 那第一题好像就是当他要切换回来的时候 发现哎 学生的答案没有同步回到他的简报上面 那我们常说最好的这种呃科技有过的方式 是你可以在有科技又没有科技之中切换自己 就是科技它其实是一个辅助教学的工具 它可以去当作有一个真力气 而不是要今天 哦我今天有了科技 我就可以呃 浩瀚无敌罗伦 我教学的可以有100个没有没有同事 而是他可以去补助老师的教学 但我觉得老师 你们一直也都有一种能力 就是就算你今天只有一支签 一支能力的黑板 但是黑法式你教的很好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就是 校上有刚刚那个小插曲 然后丁颖老师也是个非常镇定的人 然后马上改观用其他的方式进行他的教训 对那另外一个 我有观察到很有趣的是 就是丁颖老师对于小朋友的数位载具控制这件事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老师 他在让小朋友使用载具的时候 他们第一只看到他就觉得 哦天啊 呃他们有那个新的品版新的笔链 所以他们会非常的兴奋 那有时候能先问到他们就 不会太注意听老师在讲什么 对所以我们在观察到丁颖老师 他在呃操作他的班级的时候呢 他会跟小朋友说 现在我们大家就是 差不多都是先盖起来了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打开 所以他的这个 技術就是做的非常好 他打开后面也没有看到 小朋友们打开之后 就开去点那个youtube啊 去听乐啊 或是去其他网站的玩游戏 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很多 外面学校会看到的事情 所以小朋友的这些操作 其实也是非常好 然后再来就是刚就是 呃称赞非常多丁颖老师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是观察到小朋友的部分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是用那个打字的方式 就去输入算式 然后我其实有发现 因为我们都有打过 那种将检成熟跟我们小学是不一样的 那小朋友还会想要做这种 约分的动作的时候 有小朋友想说 哎他们想一下 如果我在电脑上 我怎么去呈现约分这个系统 然后就后面有几个小朋友很可爱说 那不然我们就直接拿一个画线 那样的一个工具 还是自己想 好那我这样的话应该也可以实现 然后突然就觉得 哇小朋友好像问题解决的能力 也真的是很不错 就是瞬间就是这样想说 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的事 所以他就全包 这样可能是 看到了很多 不管是老师在操作上 或者是小朋友都非常承受 然后可能也会问自己 你的力发展的部分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那个 带俊宇给我们这么大的努力 那我觉得带俊宇刚才所讲的一句话 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跟鼓舞 他说那个最好的科技应用 是在科技跟非科技之间 它是可以自由的移动 那我觉得语言也是一样 最好的语言 它可能是可以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流动 但是它可以在语言跟非语言之间 它是自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 可能不是说我今天是近期的 所谓的智慧客家 必须要全程使用 然后那个如果没有智慧客 我就会重过讲 可是我可以在科技跟黑科技之间 谢谢那个带俊宇 那我们来多个问题 给我们一些勉励 嗯 嗯 嗯 对不起 英国的中期是 可以不明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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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当过老师 最好的老师 准时上课 准时下课 那轮到我讲话的时间已经很短了 所以 刚才各位 讲过的部分我就不再重述 嗯 我借用 校长刚才讲过一句话 使我原想起 全世界 到底 客语 或是客语的国度 有多少 我用数字告诉大家 校长刚才讲了一句 一辈子的追寻 各位 学客语 就是让孩子 将来不只在台湾的生存发展 学到国际 我也知道 全世界 195个国家里面 使用客语 它是有客家人分布的 有94个国家 麻烦你翻译给 也就是 也就是说 学客语 套剂现在政府讲的 是最前瞻的 因为跟世界各国接触 一半的国度 有套家人分布 也就是说 将来 几多国小的小朋友 学到客语 到世界一半的国度 去求学也好 去做契约也好 或是在那里定居也好 受到客家人照顾的机会 一半 这是数据告诉我们 海峡两岸 各位知道吗 在台湾客家人好像 都是 可是数据告诉我们 海峡两岸 大陆客家人6500万 闽南人 5500万 还是客家多一 那东南亚 几乎都是 最密集的 客家地带 所以 我 第一句话 就介入校长的这一句 一辈子的追寻 让孩子 学了课语 绝对没有百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要用我实质的经验 告诉大家 最近我 连续两次三次 在高雄市 台南市 应聘担任 情境演说的评审 我很惊讶发现 高雄市的 国小 国中高中 只要敢 报名情境演说的 孩子 对 情境演说 看图 说故事 讲完之后 评审要跟 参赛者 直接用 他刚才发表的 哪一种课语 直接对话 各位 你们知道吗 国小 国小国中高中高雄市的孩子 参加这个情境演说 每个孩子 我们跟他用海路枪 或是用实验枪 跟他对话 对答如流 证明 美农地区的 课语生活学校 也好 或是课语 实验学校 有相当功能的发挥 所以大家的心血 没有感觉 第三 我今天一进校门 校长就在校门口 很简单的问 身份 我只讲 我的信 我即刻知道 我是何许的 我从来跟他 不曾有任何接触 这证明 校长做任何事情 真正把它当一件大事 在做 而且 前次准备工作 非常 用心 另外 今天 无论是数学 英语的教学 我见证到 课程专家 布鲁蒙讲过一句话 他说 再深的教材 只要能够转换为 儿童可以接纳的程式 再深都可以教 今天一年级就可以学英语 为什么 卫师 卫师 或是这个 周老师 他可以把 儿童的 能力 经验做出发 所以把英语教学的 把它解析为 可以儿童可以接纳的程式 所以 也就是说 做一个老师 一定要了解 儿童的能力 经验 把教材 解析为 儿童可以接纳的程式 再深都可以教 今天在座有教育部的长官 也有校长 我还要再跟各位报告一点 就是说 这个 一个老师 如果 能够在教室 把班级经营 或者教学的气氛 始终维持热络 而且 教学过程紧密 没有松散 这是最成功的教授 所以 我 能够 分享今天 两位老师 两节课的教学 我能够 感到允许 好 那这个时间 宝贵我就 不再 也谢谢 顾文 给我们这么大的肯定 好